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有关莫斯科音乐厅恐怖袭击的嫌疑人被拘留 IMF讽裁对中国经济的改革提出建议 普京和乌克兰的争端以及俄中两国的联手 首先让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这些新闻 在莫斯科音乐厅恐怖袭击案中 四名嫌疑人被拘留并等待审判 俄罗斯媒体称这四名嫌疑人是塔吉克斯坦公民 而在这次袭击中超过137人死亡 180多人受伤 另外IMF讽裁乔治艾瓦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 通过轻市场改革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更快 而对于普京和乌克兰之间的争端 普京指责乌克兰是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 但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对此予以否认 最后普京和习近平的联手 让俄中两个大国陷入自罚 自残和自杀的局面 现在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对于莫斯科音乐厅恐怖袭击案 拘留嫌疑人是一项重要的进展 这次袭击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 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惊和悲痛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找到真凶 为罹难者和受伤者伸张正义 其次艾亚密尔讽才乔治艾瓦对中国经济的改革提出了建议 认为通过亲市场改革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更快 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肯定 也是对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鼓励 我们期待中国能够继续深化改革 推动经济增长 实现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我们来看普京和乌克兰之间的争端 普京指责乌克兰是莫斯科音乐厅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 但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对此予以否认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而普京和习近平的联手更让局势复杂化 使得俄中两大文明泻入自罚自残和自杀的局面 这不仅对两国自身造成了损失 也给世界带来了不确定性 最后我想听听一个观众朋友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莫斯科音乐厅恐怖袭击案 你们对嫌疑人被拘留有什么看法 对于IMF讽裁乔治·艾瓦提出的亲市场改俄建议 你们认为如何 对于普京和乌克兰之间的争端 你们对普京的指责有何看法 对于俄中两国的联手 你们认为会对世界局势产生什么影响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题 谢谢 俄罗斯音乐厅攻击中的四名嫌疑人 被控恐怖主义行径 美国之音中文网 莫斯科巴斯曼 Basmani地区法庭星期天3月24日 裁决 下令拘留莫斯科音乐厅恐怖攻击中的四名嫌疑人 并等待审判 地区法庭的声明说 四名嫌疑人都被控犯 有与攻击有关的恐怖主义行径 并面临终身监禁 莫斯科法庭的官方电报Telegram频道说 四名嫌疑人分别是米尔佐耶夫 Dalazan Merzoyev 拉查巴利佐达 Sedekromi Rakabalizoda 哈米德 Shamsden Faradoni 和法医佐夫 Makamad Sober Faison 法庭说 这四名嫌疑人将还押候审 直到5月22日 有三名嫌疑人有对所有指控认罪 俄罗斯媒体说 这四名嫌疑人都是生活在俄罗斯的塔吉克斯坦公民 俄罗斯星期天3月24日悼念一天 莫斯科郊区一个音乐厅两天前的致命攻击 打死超过137人 包括三名儿童 打伤180多人 救援团队继续在烧焦的大厅内寻找生还者 俄罗斯卫生部说 几百人在莫斯科排队献血 星期五的攻击是伊斯兰激进分子2004年 在别斯兰学校绑架包括几百名儿童在内的 1000多人至以来俄罗斯境内发生的最致命攻击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声称对星期五的攻击负责 俄罗斯总统普京 Vladimir Putin星期六对全国电视讲话时 对罹难者家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宣布国家悼念日 誓言找到并惩罚发动血腥 也蛮恐怖行径的人 他说有11人被拘留 包括4名武装分子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 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IMF总裁 亲市场改革可使中国经济成长更快 RFI法广 乔治艾娃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指出 从高成长率转向高品质成长 是在岔路朝正确方向迈进 而中国以下定决心这样做 这位保加利亚经济学家警告说 这种转变并不容易 但他认为透过全面的亲市场改革计划 中国的持长速度可能会比现状快得多 乔治艾娃表示 北京当局应采取果断措施来减少未俊工住房数量 并为关键但负债累累的房地产行业 提供更多基于市场的调整空间 普京和习近平联手保全 而导致俄中两大文明的自罚 自残和自杀 梁京评论普京的胜利与文明冲突的新阶段 上周末普京获得的选举胜利 虽在所有人意料之中 但并非仅具象征意义 因为却有很多人曾经相信 普京挺不了这么久 不过 对普京来说 更具实质意义的胜利 并不是他在战场上还没有完全被击败 而是另有两个事实 一个就是 俄国经济没有被西方的制裁击垮 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另一个重要事实 就是普京达到了他最重要的地缘战略目的 把习近平的中国彻底绑到了俄国的战车上 现在 美国和发达民主国家的盟友都非常清楚 他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两个绑架了两个超级大国的独裁者 联手做困兽之斗 这意味着 亨廷顿预见到的文明冲突 进入了一个更为严峻的新阶段 亨廷顿在美国看到了文化多元主义行不通 他也从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外交实践中 看到了美国把自己的普世价值应推向全球 也行不通 冷战终结后的历史证明了亨廷顿的预见 那就是以西方发明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地缘政治冲突之终结 绝不是历史的终结 而是文明冲突的展开 因为非西方文明的相对实力必然随现代化而增强 从而会强化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反抗 不过 亨廷顿并不认为 文明之间 尤其是文明核心国家之间爆发全球大战不可避免 当然 他也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 亨廷顿预见到 由于中国体量太大 其国力迅速扩张若带来严重不均衡 有可能在21世纪初成为一个比伊斯兰文明更危险的因素 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 亨廷顿试图想象这个压力展开的地缘政治逻辑 正确地预见到了一些重要情节 如中国控制南海的野心 但他的想象与当下的现实出入也非常之大 亨廷顿根据文化相近程度判断 台湾和日本都会顺从崛起的中国 而俄罗斯则会加入西方阵营与中国开战 也就是说 亨廷顿很难想象 俄国和中国这一对冷战后期的冤家对头 仅仅为了两个疯狂的独裁者保住个人权利 会重新走到一起 不惜与美国和西方打一场鱼死网破的核大战 那么如何理解亨廷顿想象的逻辑与现实的重大误差呢 这个误差对文明冲突未来的形态和后果又意味着甚魔呢 我的看法是 亨廷顿没有想到中俄两国的精英和领导人会如此低能和自私 由此导致的文明自罚 自残乃至自杀 给同样犯了严重错误的美国和西方领导层和精英更多补救和纠错机会 换句话说 亨廷顿关于中国崛起 冲击世界秩序的想象并非完全不可能 因为中国的领导人有机会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仅把台湾收回来 而且把日本也绑上战车 结果是 爆发一场高度毁灭性的文明核心国家之间的全球大战 按照这个逻辑 普京和习近平联手保全 而导致俄中两大文明的自罚 自残和自杀 有可能避免文明冲突最坏的全球后果 因为这两个独裁者糟蹋了两大文明的实力和资源 从而减少了世界发生动荡和灾难的规模 但这个逻辑也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 那就是俄中两大文明的自罚 自残和自杀会让他们无力打全球大战 从而不会对外部世界带来太大灾难 这个逻辑忽视了这样一个可能 那就是俄中 尤其是中国的内乱 并非不可能给世界带来一场形势不同 但规模和烈度都巨大的灾难 正如武汉瘟疫全球大流行所警示的那样 乌克兰宣布击中两艘俄罗斯战舰 RFI法广 周日基辅在击中两艘俄罗斯战舰 对于已经被迫放弃封锁乌克兰海岸的俄罗斯 这是一次新的羞辱 乌克兰武装部队通信中心周日宣布 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功击中了亚马尔号和亚苏号两栖舰 以及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一个通信中心和其他基础设施 俄罗斯虽然没有予以确认 但占领区官员米哈伊尔·拉兹沃亚耶夫声称 周六晚间 俄罗斯击退了乌克兰针对克里米亚首府塞瓦斯托波尔的大规模导弹袭击 社交网络上分享的图片显示 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发生大爆炸 火球和黑烟腾空而起 俄罗斯防空部队似乎正在拼命拦截导弹 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乌军已击毁了俄罗斯黑海舰队大约三分之一的战舰 乌军攻击俄罗斯军舰一般在夜间进行 使用装满炸药的无人艇 在俄罗斯黑海舰队不断遭乌军破坏后 黑海舰队设法逃避 卫星图像显示 俄罗斯已将其舰队的一大部分向东移动 移向新罗西斯克港 莫斯科最近还更换了海军司令 同日 乌克兰的盟友和邻国波兰宣布 俄罗斯一枚瞄准乌克兰西部的巡航导弹 侵犯了其领空约40秒钟 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发生的第三起此类事件 波兰军方在X平台上说 该物体飞入波兰奥斯尔多夫村附近的领空 并在那里停留了39秒 在俄罗斯巡航导弹短暂侵入波兰领空后 波兰于周日宣布将召见俄罗斯大使 乌克兰官员表示 乌克兰首都基辅和西部地区利沃夫 也是周日早些时候俄罗斯大规模空袭的目标 但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 乌克兰空军说 他们击落了当晚发射的29枚导弹中的18枚 和28架爆炸性无人机中的25架 据报道 基辅以及利沃夫州西部 克列维伊里格州中部和多瑙河地区西南部的城市 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谢尔代·波普科说 俄罗斯不会放弃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基辅的目标 莫斯科大屠杀 普京为何怪罪乌克兰 RFI法广 普京还说 他的调查人员认为 乌克兰为恐怖分子穿越俄乌边境 做好了准备 如果普京比较诚实 至少在这一重要的电视讲话中 应该提到伊斯兰国发表的诚则声明 普京一字不改地 引用了俄罗斯情报机构 第一时间发表的 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声明 小心翼翼地避开了EL两个字母 据专门从事反恐研究的网站组织称 一段明显由袭击者拍摄的视频 在通常由EI使用的社交网络账户上流传 视频显示 几个面目模糊的人手持突击步枪和刀具 出现在似乎是克罗克斯市政厅的地方 他们开了几枪 地上躺着许多尸体 背景中可以看到火光冲天 领导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两年多的泽连斯基总统 立即意识到普京会做什么 周六晚间发表讲话说 侵略者他们来到乌克兰 烧毁我们的城市 并试图归罪于乌克兰 他们折磨和强奸我们的人民 并企图将责任归咎于乌克兰 他们将数十万自己的恐怖分子带到这里 带到乌克兰的土地上 却对自己国家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 周日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尔巴直指普京 他试图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将乌克兰或西方国家与莫斯科大屠杀联系起来 他的目的是鼓动俄罗斯人 在他们针对乌克兰的毫无意义的罪恶战争中牺牲 波兰总理图斯克明确警告说 希望俄罗斯不要把这一恐怖袭击 用作在乌克兰暴力升级的借口 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 也对普京的说法严重怀疑 他表示 我们知道 他在制造烟幕弹 为完全邪恶地入侵乌克兰行为辩护 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及恐怖分子 朝乌克兰方向逃跑 美国政府周日表示 莫斯科郊区音乐厅发生的大屠杀 与乌克兰毫无牵连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说 没有任何证据证实 乌克兰与这一造成137人死亡的恐怖事件有关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也发表声明说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对屠杀负有全部责任 荒唐的是 在莫斯科恐袭事件发生前几天 美国已经向俄罗斯发出警告 恐怖分子正在准备对俄罗斯发动恐袭 普京不仅对此毫不理会 还将美国发出的恐袭警告称为挑衅 法国俄罗斯问题专家安娜 科林 列别杰夫 安娜·科兰·拉伯德夫就此分析 俄罗斯当局对国际处境的叙事 几年来一直很明确 敌人就在西方 美国是头号敌人 其次是美国的盟国 而俄罗斯的朋友 则是与美国对抗的国家 因此如果把这一恐怖袭击 归咎于伊斯兰国 一方面使得俄罗斯的传统叙事 变得模糊不清 政治上也很难加以利用 另一方面 更显得克里姆林公无能 无法预防来自外部的恐怖主义威胁 在这位专家看来 莫斯科还将会积极地通过认罪 以及其他可以展览的方式 搜寻乌克兰踪迹 有人对伊斯兰国在俄罗斯制造恐怖袭击 感到难以理解 法国独立媒体media part创始人 政治观察家 埃德韦 普莱内尔 Edwin Plano 分析说 伊斯兰国对俄罗斯怀有深仇大恨 十年以来 这一恐怖主义组织 就把矛头对准了 被歧视为欧洲东部杂种首领的俄罗斯 还有的分析指出 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武装 在反对派武装 以及EL恐怖组织的双重夹击下 步步败退 俄罗斯军队介入后 反对派武装和EL遭遇重创 从此EL不仅与西方为敌 亦是俄罗斯为仇仇 media part资深记者Matthew Suc认为 关于本次莫斯科大屠杀 有几点不应忽略 一 屠杀的密度和手段 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在法国巴黎巴塔克兰 Botaklan音乐厅2015年制造的屠杀类似 巴塔克兰杀死了90人 莫斯科死亡人数已知133人 二 宣称对屠杀案负责 以及相应的公关宣传 都是通过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官方 或传统上习惯使用的渠道进行的 三 留下了一个疑问是 四名恐怖分子为何有充裕时间 杀害至少133人 并且能够安全出逃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